- 喔 怎麼可以抱孫子啊? - 喔 怎麼可以抱孫子啊? - 喔 怎麼可以抱孫子啊? - 我很愛看生產力的書 - 這兩個我真的愛到不行 - 很像你去那個高級那個spot - 618的年終活動 - 就是不只我介紹的東西可以有折扣 - 啊 就是不只我介紹的東西可以有折扣 - 哈囉大家 -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 今天這集是一個我新的想要拍的企劃 - 就是它可能不會是每個月更但我就是有靈感的時候 - 我就會來跟大家拍一下這個系列 - 就是 Life in my late 20s - 就是我現在已經今年10月我要滿29歲 - 然後就我身邊的人也差不多就是落在28、29的這個年紀 - 然後就說真的這個年紀真的是一個就是進入一個 - 我就過了27歲就是推進30歲的時候 - 你就是會進入一個開始覺得好像有點焦慮 - 覺得好像20歲該做的事情是不是有些事情還沒有做 - 之類的這種焦慮的感覺 - 然後就我知道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 欸我已經比如說已經買房子 - 什麼有車有房 - 然後已經可能已經結婚 - 然後等等的 - 就是可能相對於其他同年齡的人 - 我也相對可能沒有這麼多需要焦慮的事情 - 但是我覺得就是不管你今天接近30歲 - 然後你在你的人生的哪一個位置 - 你就是一定還是會有焦慮的時候 - 那我就是從我的角度去分享一些就是我的改變 - 就是我有哪些事情是可能我在20初頭歲的時候會做 - 現在已經慢慢的比如說生活習慣上的改變 - 或是自己內心的改變等等的 - 我覺得很多 - 所以就是我只要有靈感的時候 - 或是你們可能有問問什麼問題 - 我就可以在這一集就是以比較生活的方式跟你們分享 - 然後我想我自己比較 - 就比如說我現在的情況可能一定是已婚嘛 - 然後我其實本身算早婚 - 我是2425那時候就結婚了 - 然後那時候都會覺得自己時間還很多 - 想說我這麼早婚 - 那我就生小孩慢慢來啊 - 就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 我覺得說反正以後還有時間可以做 - 然後到這一兩年的時候就會發現 - 欸就是你知道很多人不是都會說 - 是生小孩的老時機什麼25歲到30歲之間 - 然後那時候25歲的時候剛結婚 - 就會想說好像可以再等一下 - 因為還想要去什麼很多地方旅行啊 - 或是想要自己的生活等等的 - 然後現在畢竟30的時候 - 然後因為我們又是已婚的身分 - 所以就很容易被身邊的人不管是公婆或是 - 不管我媽之類的也是 - 我爸反而好像還好不是很在乎 - 就是可能說喔怎麼可以抱孫子啊 - 為什麼之類的 - 可是現在對我來說我覺得天啊 - 就確實我知道30歲是一個 - 差不多該生小孩的年紀 - 但我自己真的就是覺得我還沒有 - 我還是個小孩啊 - 就是20幾歲的時候你可能講這句話就 - 喔可以理解 - 但是畢竟30的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 就是對我懂你們意思 - 但是我真的還沒有覺得我準備好生小孩 - 這樣對 - 大家就是會說 - 喔你不要等你以後就是30幾歲了 - 然後比較不好生小孩 - 你再來煩惱這件事情 - 因為我懂這些我都懂 - 但我就是還沒準備好 - 你知道就每個人還是有 - 自己不同的 - 每個人都還是有自己的步調 - 所以 - 弄得出來 - 對所以我覺得就是 - 尤其現在大家就是社群 - 媒體化得很熊 - 然後就很容易就覺得說 - 她已經在這個年紀做到了什麼事情 - 但是我還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 但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就是 - 因為像我可能跟我一起長大的 - 所有的朋友 - 我們每個人的步調也不一樣 - 所以我覺得這一集的出發點 - 有點比較像是 - 再稍微更內心一點的交流嘛 - 因為我平常比如說拍突成日常的時候 - 你們可能就會看到說 - 喔我現在過的生活怎麼樣 - 可能就是 - 我不曉得欸 - 就是有些人可能會看到別人的生活 - 反而會去反思自己的生活 - 是不是 - 而自己做得不夠好 - 或是自己是不是沒有敢上人家之類的 - 但我覺得 - 真的就是每個人有自己的步調 - 然後我現在也有我的煩惱 - 就是我也有我自己覺得焦慮的事情 - 總之呢 - 這個系列就是用我的角度來分享 - 邁向30歲這件事情 - 帶給我的一些轉變跟想法 - 我這感覺已經過期了 - 但是 - 我實在很喜歡這個 - 這個是MAD的腮紅膏 - 它的色號是 - So natural - 它很像一個哈密瓜的顏色 - 我超喜歡這個 - 超自然 - 我昨天晚上 - 難得就是 - 昨天是禮拜四 - 然後我通常禮拜四晚上 - 都要開很長的會 - 我們家剛才走 - 然後呢 - 人發現我的那個 - 桌上的這個小紙條 - 它寫 - 多休息 - 多喝水 - 多上廁所 - 排毒 - 多運動 - You're the best - 好可愛 - CD真的很可愛 - 以前就是剛起床 - 我就會馬上喝咖啡 - 就是這樣 - 整個人才會進入一個提升的狀態嘛 - 然後我現在就是很專注在 - 配速自己的一整天 - 然後就把時間分割好 - 我等一下會再給你們分享 - 但總之呢 - 我現在一起床 - 我不會先喝咖啡 - 然後早餐的部分呢 - 因為 - 就是 - 就是在台灣其實很習慣 - 早餐就是吃什麼蘑菇糕蛋餅 - 就是比較油的東西 - 就有點那個習慣 - 就是起床你就會很想吃 - 喔 - 鹹的 - 或什麼的 - 然後我最近就是 - 盡量就是起床的時候 - 我是吃這類的 - 這個我才剛補貨 - 這個現在我家我超常 - 一定要 - 冰箱裡面一定會有 - 就是 - 我一起床的時候 - 我前陣子就是可能會煮什麼燕麥酒 - 之類的 - 自己最喜歡 - 吃然後也最方便的 - 就是這個 - 酸奶 - 就是我一起床的時候 - 如果吃很飽 - 然後我就馬上就會 - 進入一個很想睡覺的狀態 - 然後你就是逼不得已 - 就得立刻開始喝咖啡 - 那我現在竟然就是下午才喝咖啡 - 然後早上起床的時候 - 就吃一個比較清爽的東西 - 它這個其實就是紅豆子米粥 - 然後它裡面是可能有加一點燕窩之類 - 芝麻 - 這個是我很喜歡 - 我在美國很喜歡買的一個 - 北京酸奶 - 空腹的時候 - 我會先吃這個 - 理科太太的 - 就我定期會開團的一個燕窩酸益生菌 - 所以就是我現在早上一起床 - 我一下樓 - 我第一件事就是吃這個燕窩酸益生菌 - 然後我最近都是一天吃兩包 - 然後再來呢就是要把這個水桶裝滿 - 這其實是我昨天的第二罐 - 然後昨天晚上喝的 - 跟今天早上喝的 - 跟今天早上喝的 - 那我今天 - 我通常一天起床的時候 - 我就會把我的水果裝滿 - 我現在一天就是喝兩公升的水 - 已經是對我來說非常的輕鬆 - 就是我通常可以喝到2500或將近3000的水 - 但我覺得你就是習慣了一陣子之後 - 你就不會真的到可能每20分鐘 - 你就跑一次廁所 - 就是習慣了之後就完了 - 然後就是喝很多水的話 - 皮膚真的會看得出來 - 就是沒有那麼感 - 只能說沒有這個大水壺的話 - 我是沒有辦法做到喝這麼多水 - 我就是得告訴自己 - 我一天起床就要買了 - 然後我就這樣一直吸 - 你到最後就很習慣 - 懶人喝水法 - 就是要有一個大水壺 - 這個真的超好吃的 - 嗯 - 而且我真的有時候是起床 - 因為在美國我就會覺得 - 都沒有好吃的東西 - 不吃了 - 我現在告訴自己不行 - 早上起床一定要吃一點點東西 - 然後這種小小味 - 吃了不會太飽的東西 - 就超讚的 - 粉絲 - 阿賤 - 悲醬 - 火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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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杯鍋 - 火鍋 - 嗭 - 焖 - 油 - 差點 - 火鍋 - 塑 - 火鍋 - 焯 - 燒 - 蚍 - 可 - 進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 could make out the beginnings of it all as I started putting together the pieces of field of productivity I remember studying I'd been thrusted on I was involved in camera a brilliant dreamer of the deal of the local sometimes the choices I've made have been hard to understand better get ready I'm ready better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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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我六月的两个读书目标是第一本就是这个 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YouTuber 他就是阿里 然后他就是一个专门研究生产力的一个人 然后他本来是医生 然后我就是买了这本书一直很想看 他想说要等到我可以静下心的时候再认真看 然后我这个月就是想要把这本读完 然后还有另外一本是12周做完一年工作 这两本是我最近很期待他读完的书 后来其实有发现我自己从大学到现在 我还蛮对生产力这件事情很着迷 我很爱看生产力的书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我我会做年力这件事情 就是我非常喜欢研究怎么样有效的利用时间 最近我看了他其中一个新的影片 然后他很常在提倡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想好好规划你的时间的话 你就是要把你的ideal day跟ideal week 就是把它完整的列出来 然后我一直其实都会在很忙的几天的时候 然后我会做那个时间区分法 就是用打开那个Google calendar 然后你真的就是把你的几点到几点干嘛都做上去 然后他这一次分享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常常会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最后都没有时间可以做 然后我这一次就是照着他的办法 我就是跟着做了规划我的ideal day 然后这是我目前我还没达到 但是我在努力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我会把那个影片的连结放在这边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主要就是你把你一整天的时间分割开来 然后我自己的话 其实我本身就已经了解 比如说我从起床一路到 可能台湾你们起床的时候是我的傍晚 然后我开始上班 然后一路到晚上可能9点10点下班 我大概已经知道我的节奏 还有刚刚跟你们说过就是我会尽量配速 让自己一直保持在好的工作状态 其实也是呼应到他 这本书他就是讲说 你要感觉好你要开心才有办法 把你的产能拉高 对我来说完全就是我一定要做喜欢的事情 跟我很有就是会有让我兴奋 然后我开心的事情 我才有办法就是把整个人状态拉起来 我才有办法铲出 对然后我现在做了一个这个区分的办法 就是我我还在努力 我先跟你们说我想要努力的方向 如果之后我有成功我再跟你们说 但我最近就是我有一些小小成功的小地方 但是这整个企划还没有成功 因为我一直很困扰 我因为时差的关系 然后会因为下班之后 可能下班也没有很晚 9点10点 有时候最晚可能11点 如果那时候就直接放下手机 直接去睡觉的话 我还是可以在好的时间睡觉 但是就是这件事情我做不到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下班之后你的脑袋都是工作 然后你就会觉得你要喘口气 或是你可能要滑手机 因为爆腹性熬夜的那种感觉 我现在我最希望我理想的情况是 我可以在1点以前睡觉 9点起床 这是我现在最理想我希望可以达成的 所以呢 9点起床到11点这中间 我就是可以吃早餐 然后稍微读一下书 然后可能保养一下 这样子就是我觉得 因为我的晚上通常比较忙 所以我早上起床的时候 我会尽量让自己有slow morning 然后再来11点到1点的这段时间 就我希望我可以做一些 让我自己感觉好的事情 比如去运动 或是去晒太阳 或是做一些伸展 或是做一些家室 因为常常晚上一忙起来 你就会觉得 哦 完全没空 所以我通常比较有空的时间 是跟你们颠倒的 我通常是白天的时间比较有空 所以我就希望我可以早上把我 就是中午有日光的这段时间 做一些让我快乐 让我感觉好的事情去开启我的一天 然后再来1点到3点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开始工作的时候 然后我有设定这段时间的工作内容 会比较偏向很让我有启发 然后觉得很有趣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我很喜欢排排成 或是比如说最近有哪些很有趣的企划 我要来想要怎么比如说行销等等的 我就会在这段时间去做 对我来说是觉得 哇 好新鲜好有趣的工作 我会在第一个阶段上工 开始工作的时候开始做 对然后这是我的第一个工作的区段 下一个区段是3点到5点的时候 这段时间我希望我自己是 完全是做非常深度的工作 比如说有一些比较硬 像我们要产品开发 然后产品开发 比如我需要研究 比如生产力 我最近在研究 就是我刚刚有讲的那个 12周完成一年工作那本书 然后还有这个 跟生产力还有执行力相关的书 我最近在研究 因为我们明年有一个相关的产品想要铲除 我自己很想出的一个东西 所以像这种就是我会需要 它不是一个零碎的工作 它是需要你深度的专心思考的工作 我觉得把它排在一整天工作的第二个阶段 因为这时候也还是很有体力 然后你们也都还没有起床 所以我不会收到团队的工作讯息 就是完全在一个 不被打扰的情况下 我可以做深度的思考 好 再来5点到7点 就是工作的区分的这个阶段 进入到第二个部分了 所以这个时候通常我的专注力会开始下降 然后因为也接近傍晚 所以体力也会稍微有点下降 所以这段时间我把它安排来做 比较 你知道那个四公格吗 就是紧急重要的那个四公格 这边就会变成是 我大部分会在做一些比较紧急的事情 比如说我可能会有什么要交稿 或是我今天一定得上片 或是我今天有什么东西是 就是在那种比较零散的代办清单 我得把它一一完成 如果今天不完成 明天就会有更多的那种 所以这段时间我会留着 因为这段时间就是精神比较分散的时候 但是我可以就是抓一些零散的东西 一起来把它完成 然后再来就是7点到9点这段时间 通常是我跟团队的开会时间 所以这段时间我就会把它安排 就是我就没有选择吧 这段时间我就是必须得开会 这样 然后通常在这个时候 我的体力值已经逐渐下降了 所以我自己是希望理想上 我每天最晚可以9点下班 因为再晚真的就会进入一个 为什么这么晚还在工作 的那种感觉 就是会快乐值会下降 因为就是我自己觉得 我目前所有的工作其实都还是偏 蛮快乐的 就是都是在做我喜欢的事情 所以 这大概是我的工作 四个区分开来的阶段 是理想 我再讲一次 这个是ideal day 所以是对我来说理想的一天 会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 结果到11点这中间可能还会 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人找我 就是会说 这个东西比较急 你可不可以帮我 你可以帮我回一下 或是可以处理一下之类的 这种我还是会保留一个小空间 因为我觉得规划好你 理想的一天 你好歹也是要让自己有一些空间 可以就是面对一些突发状况 因为如果每个时间都绑得很紧的话 你到最后就会觉得 根本做不到 不可能 那算了 这样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 它可以长期的用下去 对所以这是我目前调整自己的生活 因为我没有 我不是上班的人 但我觉得如果也是上班的人 你是有去公司 有固定的时间的话 那你也可以把你一整天的时间去分开 就是说什么时候我要做深度的工作 什么时候我要就是回一些零散的email 然后就是跟客户打电话 这类的 我觉得你都是可以稍微分开 会让你自己找到一个好的节奏 你就会更有动力去把工作做好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蛮有帮助的 再来我要讲一个我最近最有成就感 然后也觉得对我自己的身心灵 改善非常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现在只要过11点 我的手机是直接开飞航 我就会直接把它拿去床头充电 然后开飞航 然后就是盖子 我就再也不碰它 就是过了11点 我就不看荧幕 就不看手机 然后这一点 我觉得它是一个小的动作 可是它其实影响了我非常大 就是虽然我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真的很早睡 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生理时钟 我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调整 可是就是这件事情开始做了之后 我就发现我睡得比较好 然后虽然我早上还是会赖床 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做到9点起床 或是真的比如说12点1点就睡觉 我最近还是做不太到 还在努力中 但是光是11点就断网 完全不看手机这件事情 已经对我不管是焦虑值 或是睡眠品质都已经改善非常多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加入我的行列 就是过了11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再看手机 我觉得会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好总之 就是我最近在小小执行的一件事情 然后希望可以再让我的生活更有条理 然后更有动力 就是所谓的有自律才有自由这件事情 讲完了心灵的保养 我们就要来聊聊身体的保养 我今天要非常稀有的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好像没有分享过这类的东西 是保养身体类 就是身体的部分 所以我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爱用的一个保养身体的品牌 Go 我们去我房间 好的 我今天要来介绍的身体保养品牌 是这个牌子 它叫ASPA 还是ESPA 其实不是很确定它的念法 但这个其实我在2020的那个某一支影片 里面就有分享过他们家的香氛蜡烛 先说我自己对于身体保养 就是你可能洗完澡或是睡前 你要擦到身体的东西 我其实比较偏好 比较像SPA的那种精油香 比较清淡一点 放松的香味 我比较不是那种会特别爱 可能很比较浓郁 有香水感的花香或果香 尤其是我准备要去睡觉的时候 所以呢 我今天就是 我其实试用了他们家好几个产品 那我今天就是会分享 四到五个 我用下来觉得很喜欢 想要推荐给你们的 尤其现在夏天就是你很常会 你知道露出皮肤 所以身体的皮肤 我一定要稍微来给他好好保养一下 首先是这个东西 他不是刷浴缸的 就是这个东西其实他叫干刷 然后这个我记得是前几年那个 有一个超模米兰达 他就出来分享就是干刷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血液循环 然后那时候就是大家疯狂开始流行干刷 那我其实是一直到最近我才第一次试过干刷 因为我自从搬到Vegas之后 我其实就很常会有湿疹 所以我自己的话 刷起来我会比较小心一点 我主要都是刷在比较关节处 比如说就是手肘这边 就是我会这样子往上刷 因为这种干刷 其实很多刷起来 你是会觉得有一点痛的 但就是因为这样才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吧 我也不知道 然后呢尤其膝盖跟后脚跟 跟还有屁股跟大腿的连接处那边 你就是往心脏的方向刷 然后刷完之后 你真的会有这种通体舒畅的感觉 然后你就在洗澡前做这件事情 你刷完之后你就直接跳进去洗澡 这种时候 因为你刚刷完嘛 超级适合用油类的产品来就是洗澡 那油类其实就是我这一次 所有他们家的产品 我用下来最喜欢的产品 就是它是沐浴油 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是 就跟大家一样 我都是用那个叫什么 就是 呃 那个叫突然想不起来 就有点像 什么 那个叫什么 哦 沐浴乳 沐浴乳 因为这边真的超爆肝的 所以你不管用什么 标榜很滋润的沐浴乳 用下来吃都还是会觉得身体是很干的 这两个我真的爱到不行 它就是 因为它是油类 然后我原本想说油类会不会洗完之后 你出来就觉得 哦 身上怎么油油 不会 这个东西洗完之后你出来你就会觉得天呐 你的皮肤非常的嫩 它的差别就是这个健身沐浴 我通常就是在白天 我可能去运动玩 或是有时候早上想洗个澡的时候 我就会用它 它里面是那种 油加利液的味道 就是洗完你会觉得整个身体 跟就是因为它的味道让你别的 比较有活力那种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 我真的爱到不行 它这个里面是薰衣草 然后还有什么 薰衣草 鼠尾草 佛手肝 喝起来的味道 这个味道是我的第一名 这个真的 你洗澡 洗澡 用这个 然后你倒在手上 非常非常放松 就是你工作一天下来 放到身体然后你搓一搓 很干净 然后很放松的味道 超级无敌舒服 刚刚不是有讲到 就是让自己进入那个睡眠状态 除了不玩手机 这件事情很重要以外 还有就是 这些味道 不管是你点蜡烛 还是你就是洗澡的时候 又有一个这种很放松的味道 都是有帮助的 它这个其实主要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除了放到你的身上以外 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拿来放到 比如说你在泡澡的时候 你就滴个几滴进去 它整个味道就是会 超级无敌疗愈跟放松 再来是他们家的身体乳 身体乳的部分 这两个我都有试用 它很明显就是一个 它其中有一个是叫做Body Butter 它就是真的是 奶霜的那种质地 所以你用起来是真的 不会马上有那种全部吸收完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台湾用 可能会有一点厚重 它是这种奶霜的质地 因为它乳霜了 就是一般身体乳不太会有这样子的质地 可是因为像我说的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超级干净 或是你像我一样住在这种很干的地方的话 我找了超久那种 要让你的身体保持那个水润 一路到早上 真的很难找 然后这个是少数 我用完之后觉得天哪 非常有感 但它就是那种你刚上完皮肤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 皮肤上面你真的就是刚上过乳霜的感觉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感觉的话 我不建议你用这个 我会建议你用另外一款 这一款Body Butter 就是给超级无敌干净 比如我这个就是这种超级沙漠气候的地方去用 然后另外它有一个比较 它叫做Deeply nourishing body cream 它这个就是比较水壮一点 有没有看 它就是这样 比较水 你看 它看来就是水一点的这种 然后它上上去之后 其实很快你就可以吸收好 吸收好之后 它就不会有那种 刚上完乳霜的感觉 就只会让你的皮肤变得嫩嫩的的那种 它味道之后 很像你去那个高级那个spot里面 刚做完 给人家按摩完出来的那种味道 超级无敌舒服 好 以上就是我这次用他们家四款的心得 我最喜欢的真的就是我讲这个 真的好好用 真的超级喜欢这个东西 还有就是真的解决我的 皮肤超级无敌干燥困扰的这个 乳霜Body Butter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身体保养的分享 这一家品牌的东西都可以在 Look Fantastic买到 然后因为他们最近就是在办618的年中活动 618的年中活动 所以呢这种时候 通常就是很多东西都会有打折 然后他们的Look Fantastic上面就是不止只有这个品牌 它有很多小众的品牌 我之前其实也都有跟你们介绍过 然后如果你很爱这种保养类 可能海外的东西比较不好买 你都可以在这上面买得到 然后尤其就是很多可能欧美的品牌的东西 你可能要自己下单的话 要填那什么地址 或是你要去看一些英文网站就很麻烦 但他们的这个网站就是超级无敌方便 因为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填写地址什么 全部都是可以填写中文 然后他们的中亚洲区 差不多一到两个月份就可以到了 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种欧美小众的 一些香氛保养类的话 你们都可以去上面看看 然后呢 如果你有兴趣去下单的话 你可以输入我的折扣碼包麦沙印 就是不止我介绍的东西可以有折扣 他们其他的品牌你都全部都可以用折扣 所以呢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我会把所有东西放在咨询栏 你们都可以去看 然后呢 我会把这种东西放在咨询栏 我会把这个东西放在咨询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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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询栏 我会把这个东西放在咨询圈 你还没做到咨询尢栏 umm 你去咨询栏 不在咨询栏 不在咨询中 我不在咧 啊 啊 我 ν面倒 啊 我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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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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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看鳥鳥 嗯 嗯 I think I like it how it